新生代歌手楼俊索与陈欣月一上台 拿着一大数的康乃馨分送给现场的媒体朋友 除了提前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 也为许多父代母职或者是母代父职的弱势家庭加油打气 楼俊索与陈欣月应红辛智会邀请 化身企鹅爸爸与袋鼠妈妈 在母亲节前夕为大家献上祝贺 并且参与绘制快两百公分 长一百五十公分的大型卡片 卡片里把母亲形容成太阳 城堡以及大树 照顾着子女 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社会团体的捐款受到严重的冲击 不断的下降 对于弱势家庭而言更是充满着压力 红辛智会希望透过艺人的号召 能够让捐款持续稳定 为弱势家庭尽一份心力 记得通通话 参谱报道 好 好